然后后来的时候每次就是叫我出来后 说他好好的叫我出来吃饭嘛 就培养感情嘛 然后出来过后他就拿着手机在那聊天 问他点 就许是点菜的时候就问他想吃什么 那你随便点吧 他就拿着手机就笑 你也挺奇怪的啊 你嫌人家冷淡 结果人家出来了 你又抱着个手机跟别人聊天 那段时间是真的因为特别忙 也是一个快过年了嘛 所以比较忙 嗯 吃饭就过了吧 然后出去就是看电影嘛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就买好票了 位置都定好了 就马上开始他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我问他什么事他不说 然后我就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吗 他就问我走不走 然后我就说不走 就我脾气来了呀 我说干嘛要把我扔在那儿 说好了这样 那天 然后你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 你想着吗 把一个女生一个人都在电影院啊 那天是这种情况 我是真的是当时是因为公事 因为那天晚上确实是因为我一个朋友过生日 然后就想着那天就刚好办完事情 再来接他 你之前有跟我说过你朋友过生日吗 你不知道啊 他没有跟我说过 他是给他女的过生日 没说就没说嘛 干嘛找借口啊 说工作啊 因为当时是想忙完那个事情 我本来计划的是看完电影 然后带他去过生日的 就晚上一起吃饭嘛 朋友介绍 但当时确实因为有急事只能走了 走完之后我就又去找他 但始终没打通电话 也没找到人 就是朋友过生日把你扔到电影院了 对 那逢年过节包括你的生日他重视吗 别说我的生日了 就有一次我们俩第一次过生日吧 然后就说好了两个人要一起吃饭嘛 晚饭 但是他说他特别忙嘛 然后他就说可能要晚一点过来 然后我就因为之前也因为工作 那我几次矛盾他的工作 然后我就这次我就理解他嘛 我就说好 那我就先和闺蜜逛一下街嘛 然后等着你来了 然后再一起过生日 然后我就和闺蜜一起去逛街 逛累了 我们说想就找个附近的就咖啡馆嘛 然后喝点东西 然后就旁边就有一个酒楼嘛 就路过的时候 就那街上路过那橱窗的时候就看见 然后闺蜜给我说的 她说这不是你男朋友嘛 我就说怎么可能 她跟我说她今天有公事要忙 和谁啊 真的就是她 她和一个女同事在那儿喝酒聊天 聊得挺嗨的 那天是我和她单独嘛 很多同事都在啊 很多人都一起吃的 我没有注意那么多 我就只看到你和她两个 在那儿聊得很嗨 就喝得挺开心的呀 那天是 我跟你说了 那天领导叫我去挡酒 我就没办法 因为她给我打电话 说她过生日 我就想抓紧把那 就是把酒喝完 把那客人哄开心了 过生日还要她打电话告诉你啊 你不知道你朋友 什么时候生日吗 他从来不记这些 可能这点是 那你看到她呢 有没有把她拽出来啊 没有 我就当没看见一样 直接走了 但是后面 就当时就想着 再也不要联系了这种人 但是后面 我因为把那事情忙完 真的是当时考虑着 就想好好工作嘛 工作完 然后把客户陪完去找她 几点去找她的 十点 十一点的时候 再晚一小时 生日就过了 第二天了 但是当时我在 我真的很有诚意 我就在拿着蛋糕 拿着她的礼物 我就在她 他们那个小学楼下 一直在等她 等她半个多小时 而且甚至上敲门 她都完全没有回应我 但后面不是也把门 给你看了吗 又是一场不愉快啊 过生日也不愉快 其实我对她 我真的想 我感觉我们挺合适的 我对她还是很用心 真的是很想好好在一起 就她有段时间嘛 就脚上楼的时候摔了 我就刻意请了一个假 然后去照顾她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 我差点把工作丢了 我都完全没有告诉她